高雄的人会医院现在爆发了院内感染危机 事上昨天晚间消息传出来之后 员工家属第一时间纷纷送了日用品到医院 还看到了有人连行李箱都送来了 似乎也做好了长期抗战准备 而还看到这一幕 院内人员是在被隔离之前 隔着铁门他还是在关心协调病患的转院事宜 也有人是在铁门后方不停在讲电话联络亲友 只能说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 这染疫事件让人会医院人员 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人会医院爆发院内感染危机 第一时间员工家属纷纷提着大包小包 来到医院门口就怕自己的亲人缺了什么 还有亲友戴着安全帽送来两袋东西身穿隔离衣的员工打开门想直接拿立刻遭到制止 门一关员工立刻挥手失忆家属离开也像是隔着玻璃门告诉对方我没事 人会医院院内有行政人员确诊55名工作人员分批搭上游览车再往隔离处所 尽管如此在离院前院内人员还是隔着铁门 与卫生局人员协调病患转院事宜 不然就是神情临重在讲电话好像在联络亲友 院内的工作人员几乎夜不成眠 直到早上都还陆续有员工家人赶来关心 人会医院爆发染疫风波不止员工病患受牵连 就连家属也过了不安的一夜 记者综合报道